巴黎海岸声声巨响 摩尼的是共军登岸要进攻我首都 阿帕奇海黑音升起台北港低空盘旋 摩尼敌军特战队神将 带着红色钢盔的敌方冲到马路上 但我方也早已有准备 CM25托式飞弹车大街上奔驰 陆军拿着标枪飞弹就战术位置 台北港内先兵队员结合警销 将假扮成民众的敌军束手就齐 而在巴黎海滩上 银豹甲车冲到第一线 结合喷白液的M60A3 要模糊敌方视线之后立即发动反击 AH64E阿帕奇也加入反登陆作战 还有IDF战机 投放热源带模拟轰炸 敌军船团和两栖登陆 另投淡水河口工兵群也踩创新战发 利用M3扶门桥车水中投放汽油桶 配合早就在近海布下水雷的布雷艇 四级引爆形成多重阻绝 国军异地鸿布操演是为了更贴近战时实话 那么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去想象包含了敌军的进犯的时候 包含在淡水河防以及巴黎海滩跟台北港 他事实上是同时进行 就担心共军若拿下台北港 在金油淡水河直达首都 只是演习也发生差距 有民众一次不知情擅自闯入场域 阿兵哥一路狂追将他带离 只是沙滩的爆破依然在进行中形成强烈对比 汉花演习进入到第三天 虽然在本岛是采石兵不使弹的操演 不过国军也特别从欧乌战争中 所参考的一些情境 也纳入到今年的演习当中 也强化我军战力 TVBS新闻中加南洪富华刘婷婷 SG小组发自新北巴黎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